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局部空间、世界空间、观察空间的概念 现在让我们假设一个场景 假设你非常喜欢手办,你要参加一个手办的展览 在这个时候,你就不可能在手办展览的现场制作 你需要在家里制作完成 当你制作完成之后,你再拿去展览,放到展览的场景当中去 在3D游戏开发过程中,美术的建模过程其实也是这样的 美术不会在你的程序场景里面直接建模 所有的美术也不会在同一个场景里面建模 它们都是在各自的建模软件里面建模 这个模型的原点就接近于模型的中心 坐标轴与模型的方向对齐 可以认为这个模型就是局部坐标系 当美术制作好模型之后 就会放置到你的游戏场景当中去 在这个时候,这个游戏场景其实就是世界空间 我们用一个矩阵来代表这个模型在世界空间的变化 通过这个矩阵,我们就可以获取到这个模型 在这个世界空间的位置,角度,缩放等等信息 现在又假如美术制作的这个模型是一个盒子 这个时候,其他美术又制作了一些小的部件 放置到这个盒子里面去 这些小的部件相对于盒子 又有一个坐标,角度等信息 比如这个部件在盒子的左上角 在右上角,或者说在中间 但是我们有时候想知道这个物件在世界空间的坐标信息 那么我们就需要将这个物件从盒子的局部坐标系 转换到世界坐标系 这个变换的过程就称之为世界变换 当所有的物体都转换到世界空间坐标之后 这些物体就处于同一个坐标系 我们一般使用单位矩阵来定义世界矩阵 世界空间,局部空间 其实只是一个参照物 参照物不同,坐标系其实也就不同 比如你在家里 你跟家里的人描述你家中桌子的位置的时候 你一定是说桌子在客厅 而不是说桌子在中国某某市某某县某小区 在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将你的家当成一个世界空间 但是当你跟你朋友描述你家的位置的时候 你就会说是在中国某某市某某县某某小区 在这个时候 你就将你的家当成了局部空间 而将你所在的省市或者说国家就当成了世界空间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观察空间 大家在小学应该学过一篇课文 叫画羊桃 大意讲的就是有一个小朋友画出来的羊桃跟其他小朋友画出来的形状 是不一样的 最后老师站在他的那个角度 发现羊桃的外观确实跟其他小朋友的不一样 其实这种情况就是观察空间不同造成的 在3D开发当中 我们需要在场景里面摆放一架摄像机 大家可以在UV3D里面看到 其实我们在场景里面就摆放了一架摄像机 这一个界面 其实就是这个摄像机看到的画面 比如这个画面 其实就是我们摄像机看到的画面 虚拟的摄像机指定了观察者可以看到的场景范围 同样我们为这个摄像机设置一个矩阵 用来描述这个摄像机在世界空间的坐标 角度 缩放信息 比如这里 这个摄像机 它有一个坐标 角度 缩放的信息 在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 就是将摄像机看到的模型转换到摄像机的空间 从世界空间到观察空间的坐标转换 就称之为观察变换 这一个也就解释了画杨桃那篇课文里面出现的情况 比如我们现在在UT3D里面再建一个摄像机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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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两个摄像机看到的画面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小球的位置我们从来都没有改过它 但是我们看到的画面却是不一样的 这个原因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将小球从世界空间转换到了我们观察者的观察空间里面来 由于我们观察者的坐标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也就造成了这个小球 在不同的观察者看到的视野内出现的位置不一样 或者说形状不一样的原因 观察空间的转换用处非常多 比如我们模型要正确的显示到观察范围内 模型的拾取功能 3D坐标转换到2D屏幕坐标上面去等等 这些功能都需要用到观察空间的转换